当播足球快逊 2021年9月8日 荷兰城市复仇土耳其 世界杯欧洲区外为赛分组赛 在星期三凌晨同时展开多场角逐 其中之组有一场关键战 土耳其作客挑战荷兰 两对上一轮都迎来大胜 可见竞技状态不错 还要士气颇为高昂 尽管土耳其首循环曾击败荷兰 但是橙三军团换岁后 有着大幅度质变 现在算是重新换发欧洲一流强队的神态 加上阵容实力更胜一筹的前提 不妨看好荷兰今次击退土耳其说此 上将同黑山一战对荷兰来说 是非胜不可 在当时两队同分的情况下 还有其他竞争者 在分组投名争到投破血流 云哥以第三次拾起橙三军团狡辩 无必要带队重返世界杯决赛州舞台 令人恩喜的是 一众弟子非常争气 他们上将原本开局阶段发挥得较为紧张 后来找回应有节奏 就不断入球 凭着孟菲斯迪比梅开二度闪耀全场 小将加普贡献一个入球 同和一次助攻 以及佐珍尼奥韦拿道姆建功 球队在他们引领下 迎来4比0大胜 与此同时 云哥以辉下的荷兰连续不败场次 延续到21场 具体为17胜4和 胜率超八成无疑系可观 今次在战土耳其 荷兰拥有其中一大优势 就是主场之利 要知道他们之前 二场外围赛主场共斩获6个入球 并且没有失球 算上上阶的话 荷兰的世界杯外围赛主场 已延续为5连胜 另外上阶外围赛至今 荷兰近8场有多达6场 是半场领先的情况下 最终获胜 而且这8场比赛里面 有多达7场至小弓入两个球 如此稳定发挥 令球迷有信心 他们这次能复仇土耳其 虽然土耳其首循环 在路障布拉克 耶马斯大演武子弃法大令下 以四比以击败荷兰坑青含畅临离 不过要清楚该疫产三军团 并非最强阵容出战 维基尔·云迪克在导养伤 史提芬迪华迹也因为感染新冠被隔离 两大后防大仗缺席 先比土耳其进攻放肆一次 预计土耳其这次会受到不少阻碍 由世界排名来看 土耳其排39 远低于第12的荷兰 人脚水准存在一定差距 如果对比荷兰今年夏天 那的不堪回首个的欧国杯成绩 土耳其分组赛遭遇全败模仪是更惨淡 这个亦充分反映出声乐 军团如今在欧洲竞争力仅属于二三流的档次 再者 土耳其近年来各项赛是非主场作战时的成绩并非理想 近七场只拿到两胜三和两负 输给他们的是挪威 同籍布罗陀 一旦遇上能踢出高强度比赛的对手 好像瑞士 德国 俄罗斯等 土耳其的胜算就大幅下降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